大家好,我是豬春奴 富節長假期 今天開始 大量香港人北上消費 上午時段國六路口岸出現 港人北上大千里的景象迫爆關口 大家看到在港豬大橋香港口岸 網友發出來的照片 看到非常繁忙 有大量旅客等候坐金巴出境 聽說至少有超過千人同時等候過關 人龍更排出大樓外面 現場實施人潮管制 只可以有一個出入口進入 根據金巴網站實時輪候時間 香港網珠海和澳門現時都非常繁忙 一般要至少等45分鐘才有可能上車 金巴已加強服務應付乘客的需求 有香港市民亦說 以往周末亦試過經港豬大橋過澳門 雖然人多 但沒有今天這麼誇張 估計今天排隊的狀況 預料要三四個小時才能夠入到澳門 想說香港人多喜歡澳門 這麼辛苦都來 作為澳門人 真的要衷心 多謝我們香港的朋友 這麼捧場 大家看到 連港豬大橋上面都塞了 你說多誇張 超誇張 我們排了很久 十幾二十分鐘 還在這裡 我們決定掉頭走路了 不行 你看一下 嘩 沒見過 沒見過 超誇張 怕真的在這裡放 大家看到 剛剛剛剛有網友打算開車上珠海 排一下 一會兒 發覺不對 最終還是放棄 還在這裡 調頭 開回澳門 算了 中午過後 其實港豬大橋珠海公路口岸 入境的車輛交通都非常濕 中午1點鐘的時候 入境珠海的車輛一度倒灌至澳門口岸這邊的出境車道 所以當局強烈呼籲澳門車輛錯風出行 兩地牌盡量用其他口岸離境 今次似乎前所未有 可能因為復活節連隔的關係 相信去到4月4日清明的時候 應該會有很多車輛過來 因為當時免喬廢 好 這一集到關心一箱之前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下集見